沙田博康村博日樓一個中層單位 星期二突然起火 火舌一度向樓上單位蔓延 對上兩層單位外牆亦都被波及 但是火警發生之後 再發生閉門室舍事件 現場舒適指 由於攝氏單位暫時無法鑽人 護主於是用鐵鏈和鎖頭 將單位暫時封鎖 去到今日星期三早上 護主回到單位準備執拾 報稱發現房間內 總值約3萬元的金器和財物不易而非 懷疑租人到去 於是致電警方報案 警方到場之後 維峰單位調查案件 暫時未有人被捕